今天是2012年4月20日 下午5時45分 今天錄了一片段 其實是故意錄給我的女兒 你算是看的 媽媽在這個時間裡 我想從2007年開始 其實很難和妹妹一起再見面 裡面其實發生了很多誤會 媽媽都不知道怎樣可以再跟你解釋 但是我只可以告訴你 妹妹 有很多時候你們小孩子都是不明白的 所以我希望你大人的事 可能有時候你爸爸說的那個版本 其實和媽媽都是現實生活所發生的事 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公民論怎樣都好 你們都是小孩子 這些事發生了 就加入我們大人處女 你沒有責任要承擔我們的傷痛 我想讓你和軒軒兩個知道 媽媽從來都沒有想過離開你爸爸 而且媽媽生了你之後 和生了軒軒之後 是很開心的情況之下生了你們 當時家裡也很幸福 你們兩個是媽媽的寶貝 可能在生產過程裡 有很多 托著寶貝很辛苦 生產的時候 其實媽媽都 我都 熙熙和妹妹兩個 身體不好 所以性命都很偽廉 兩個都是入了幾個小時 媽媽入了深色治療病房 特別是妹妹 特別是妹妹 媽媽生的時候 原本是想著木套訓練 後來生了二十幾個小時之後 都生不了 就唯有開刀 幾月幾好生 不是幾年 幾時生的 幾月幾好 三妹妹 1998年 9月20日 嘩 有妹妹的 即是吐了很久 即是吐了很久 冷 是啊 整二十幾個小時 在半夜十二點鐘 媽媽就肚痛入醫院了 但是一直 都 不是那麼順利 所以到翌日 下午五點鐘 醫院才跟媽媽說 她說 妹妹又在媽媽的肚子裡發高燒 媽媽又發高燒 我們母女生命很危險 就要即時開刀 如果不是兩個人都會有事 當時 簽了一張紙之後 就推了我們進去 探訪 那條三妹妹 一生完出來 我看見醫生 開刀之後 拿了妹妹出來 我看見她 很可愛 是我心裡裡第一個寶寶 她很漂亮 白雪雪 很健康 很健康 醫生跟我說 她說 她 手腳 各方面的器官 很齊全 媽媽就聽到那一句之後 就分為了那裡了 在蒙籠之中 我自己 跟神說 我說知道 媽媽不可以沒有了女女 女女也不可以沒有了媽媽 於是跟神說 神賜給我們母女都平安 健康 我們會很感謝你 我日後 如果有機會的時候 我都會帶妹妹去認識神你 求神你賜給我們平安和力量 讓我們過渡這個難關 於是媽媽就分為了 到我想四個小時之後醒了 媽媽醒了之後 第一句就問 我女兒怎樣 她還有沒有發燒 她說 那醫生就說沒有了 她安全了 你以後都安全了 媽媽真的很感謝神 當時 因為在一個這麼危急的關頭裡面 只有媽媽在手術桌上 和妹妹兩個 已經度過了人生一個很大的 生命的難關 而我們真的平安健康出來 所以媽媽很感恩你的禮物 你是媽媽的天使 媽媽知道照顧一個寶寶 原來是要用很大的愛心 不可以輕鬆的 如果不是心靈是很脆弱的 於是媽媽就全職去沉妹妹了 妹妹很乖女的 我記得最初出生的時候 媽媽堅決要餵人奶給妹妹吃 媽媽又沒有餵過 沒有經驗 最初一兩天妹妹在睡覺 那當我餵奶的時候 你很有趣很有趣 完全好像 很自動懂得喝奶 我們在餵奶的過程裡面 很容易就做到一些東西 那我抱著你 一直 你又在喝人奶 我覺得我們生命就連在一起了 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那到後來 其實過了兩天之後 威爾斯醫院都大火的 燒到三級的 媽媽剛剛做完手術 其實都不可以走 但是旁邊的座樓都在疏散 那我馬上就去產房門口站著 我跟自己說 我走不了也好 我在產房門口 只是唯一的舉動 就是一有什麼事 我就抱我女兒走了 不斷走就走 因為長火都 後來聽到有三級大火的 那後來 醫院其實很少發生火警 那誰知道 你出生兩天左右 就發生了火警 當時都是媽媽一個很大的 體驗來的 原來媽媽知道 那到有了你之後 就又很有責任 因為媽媽照顧你 你是這麼脆弱的話 每一個不小心的動作 都會影響到你的生命 那幸好幾個小時之後 媽媽站在產房門口 在嬰兒房門口 一邊等 那火退了 沒事了 那我抱你出來之後 餵了奶 那你又再睡覺 那在我們住了醫院 大概一個星期左右就出院了 那回到家 很開心 迎接你這個小生命 那半夜餵奶 我記得呢 過了兩晚之後 我想第三晚左右 你醒了問媽媽拿奶的時候 你眼瞎瞎地看著媽媽 已經會笑了 我媽媽覺得很神奇 我媽媽覺得很神奇 一個出生未過十天的嬰兒 才對著我笑 我真的覺得你很神奇 笑得很甜很美 一個嬰兒這樣 在晚上有月光 照在你的樣子上 你眼瞎瞎瞎瞎地看著媽媽笑 有她的嬰兒的照片嗎 有啊 就我現在在看著 嗯 媽媽整天 都很渴望抱著你 所以當你一嬰兒哭的時候 媽媽都第一時間把你抱起 你很乖 你很乖 整天都笑 笑到喵喵喵喵 我想我見過這麼多個小朋友 你真是笑得最多和最甜 接著呢 四個月左右 媽媽就抱你說故事了 在個大表裡 媽媽的傷口未好回來 那你就乖 就給媽媽去個大表裡 一邊跟你說故事書 那你就很乖地在那裡聽 四個月都要說故事 是啊 她明白的 到你九個月左右 九個月大左右 你都未懂得說話 我有一天呢 你起身 在床仔裏抱起你 抱過來媽媽的床上 想說故事給你聽 你竟然呢 拿件外套給媽媽穿 拿件外套給媽媽穿 之後才遞本故事書 來給媽媽說給你聽 不厲害 是啊 你當時什麼都未懂得說 已經 這麼不聰明 這麼愛媽媽了 到你一歲左右 你已經自己懂得說故事給別人聽 雖然你不是有很多發音 但是你那些音調已經很好聽 雖然現在都十四年的時間 但是那些快樂的日子 在媽媽的路裡面 就好像昨天一樣 那你最開心 最記得到的是你和女兒哪一件事呢 和妹妹去游泳 其實有很多件事 不是其中一件 而是我看著她怎樣去體驗自己的身體 跟她游泳的時候 八、九個月大 我們去黃金海岸 那次游不是第一次下水的 而是那一次是在黃金海岸的酒店裡 妹妹很喜歡那個酒店 那我們去游泳池游 那時候呢 哇 你不停撥水 不停撥水 完全都不怕水的 不停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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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了一個小時 一點都不累 平時你都喜歡玩水 帶進去黃金海岸的時候 你真的 好像一個上了金高力電芯的公仔 不停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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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 另外呢 又有一次 你學走路不久 那時候媽媽也戴著肚子 抬著弟弟的 那你一歲 應該一歲到 剛剛會走路 媽媽就拿一個背帶 手拉著背帶 怕你跌倒 那你走到草地裡 不停走不停走 走了半天 沒有停過 不用人跑 然後呢 走完那半天之後呢 你走到腳都軟了 不停撥水 好可愛 嗯 嗯 到第一次看到你自己拿著一個 生果自己吃的時候 吃西瓜 嘩 讓你自己拿著西瓜吃 你大口大口咬 吃到一口紅紅的樣子 很滿足地自己吃西瓜 每一樣東西其實媽媽都不會忘記 我好想在你長大的時候親自跟你說 但媽媽不知道再沒有這些日子 因為在今年年頭的時候呢 媽媽就發現自己有一個重病 在膽管上關了一個腫瘤 就已經包住了心臟的血管 已經是末期的膽管癌了 那在醫院裡面已經 她說太後期了 在伊奈莎白醫院看完之後 就說不可以做手術 化療 任何西醫所做的事情 都 媽媽也都不適合做了 因為太後期了 在一月份的時候 跟媽媽說 媽媽只有三至六個月的命 從一月份發生到現在 其實是四月 今天是四月二十日 可以說每天媽媽都 知道每天都是病之後 媽媽每天更加的心 很想見到你們 很想和你們親近 很掛著你們 很掛著你們 以前媽媽的心裡面知道 不想干擾你們生活 有很多 有很多誤會 未能夠時間解釋 媽媽都想著去生活等候 希望你們長大一點的時候 有機會和你們解釋 希望你們明白 希望你們明白 但到現在呢 發覺時間也都未必可以等到那一日子的倒林 所以 所以錄定我帶給你們看 我從來都沒有遺棄你們 從來都是守在你們身邊 那些十年裡面 只是用另一個方法去愛著你們 媽媽的那些十年裡的生活 也都覺得不是容易 但是 在那些十年裡 媽媽要自己 要開拓一些新的生活 要重新學習 也都由於 離婚過階段 身體真的 質素太差了 身體的健康一直都 不是那麼好 所以 健康不好的時候 很多事情做起來都很困難 很吃力 但是媽媽都沒有放棄到 一樣照去讀書 讀了很多心理學 或者關於情緒 或者是做了很多 十幾年都做了很多義工 去 希望個人成長 希望有幾天見到你和希念的時候 我們仍然可以和你分享 生命的精彩 亦都讓你們 感覺到媽媽沒有 因為離婚 而放棄生命 媽媽沒有積極 很有熱誠去面對生命 去學習 去成長 我希望你們知道 這個 媽媽的期望 也是期望你們的人生 都是這樣 無論遇到什麼 挫折和困難都好 其實生命都有很多精彩的另外一面 只是你給不給機會 自己去嘗試 去開拓 傷痛的情緒 經過時間 經過時間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處理 來的 但是也都會過度的 剩下的 就是我們自己很有能力 去創造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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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到神好大的幫助 媽媽在這裏揭上寶的時候 這一本上寶 其實呢 就是妹妹 寶寶的照片來的 Isa 麻煩你 你去做近一點 給我看看 給女兒看看 小時候 妹妹很可愛 我們最開心 就是去九龍仔公園 餵白鴿 你看妹妹 多活躍 好小時候 已經很獨立 你看 你最喜歡的風 吹在麵仔裏 接著 你追點八甲 這個就是你第一個 自己吃布林的樣子 吃得多甜 這個就是媽媽剛才跟你說 寶寶 你一歲都沒有的時候 你剛剛學會走路 我們去到澳門 在酒店裡住的時候 你就是要自己落地走 不停落地走 走到腳仔累了都不知道 累到站不穩的時候 才要抱 真的很厲害 你看看你 還餵魚魚給魚魚吃 吃 吃完 這一個 照片拍攝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媽媽 媽媽好像肥肥的 其實 萱萱已經在媽媽肚子裡 所以這張照片 是我們一家四口去旅行的 萱萱也在 你看妹妹 自己已經懂得滑滑梯 自己懂得玩 萱萱很肥的 在媽媽肚子裡幾個月 就已經很大隻了 媽媽也摸到牠了 這個就是草地了 就是妹妹這樣不停走 其實我們 你看妹妹 這麼小就懂得自己 為自己吃飯 你一吃到累 就是這樣睡在中下睡 這些照片 當有一天 你和萱萱想拿回來的時候 你們是可以來拿的 你們可以找婆婆 婆婆可以拿回來給你們 但媽媽很希望你們珍惜些照片 因為真的很寶貴 我們小時候養了兩隻狗 是小狗的 寶寶和小狗 寶寶也養了十四年 小狗也養了十二年 妹妹最喜歡跟牠們玩 你看妹妹多可愛 很活潑 這時候是我們家最幸福的時候 因為有你這個小天使 妹妹幾歲生日 一歲生日的生日蛋糕 妹妹最喜歡 以前小時候 最喜歡去新城市廣場 Swoopyland玩 媽媽也會抱你去玩 媽媽盡可能抱你去玩 這是妹姨 我們去探妹姨 在妹姨樓下拍攝 睡和院樓下拍攝 小時候有自己的書櫃 自己的書桌 自己讀書在畫畫 很少發脾氣 妹妹一有空就自己拿書來看 第二樣東西最喜歡就是笑 你看自己又吃粟米 妹妹很喜歡吃粟米 這個就是妹妹小時候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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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见弟弟睡了觉 你竟然大力到可以 推把宝宝床出厅 让弟弟睡觉 你真的很疼弟弟 这张照片 爹地和你剪头发 你就睡着了 很开心 我们这个在彭福公园拍吧 妹妹小时候还喜欢唱歌 所以常常都唱歌 唱卡拉OK的 你看弟弟又喜欢听你唱歌 妈妈抱着你们就去公园了 这个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 妹妹还有很多小朋友 有阿姨的子女 这个是山姐 是我的好朋友 你们一起玩的 看 和鲜鲜洗澡 鲜鲜也很乖 我一会儿再说鲜鲜 现在先说妹妹 你看妹妹 哇 多喜欢和鲜鲜BB一起玩 两个都是小BB 多可爱 大家 睡半了 这个就是睡多的妹妹 只睡半了 鲜鲜出生 妹妹就睡半了 这样 差9个月 妈妈 妹妹9个月 大妈妈就有鲜鲜了 妹妹又洗澡 哇 最喜欢玩泡沫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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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你看看这个 这个是Kitty姐姐 就是妹妹小时候 最喜欢抱着她睡觉的Kitty姐姐 刚刚你出生的时候 妹妹送给你的 嗯 你那个时候 好像比Kitty姐姐还小 但是现在 你看看Kitty姐姐 妈妈还保存着 那这里还有妹妹的相片 妹妹小时候 两岁左右 看看 两岁的时候 生日 妈妈曾经去乐乐家姐 看到乐乐家姐 拍这些相片 很漂亮 妈妈都答应 妹妹和妹妹去拍的 于是乎 我们小妹妹 两岁生日之后 就和妹妹去拍这些相片 你看看 两岁的妹妹 哇 最喜欢中国的旗袍 多甜 好甜 对不对 嗯 那时候妹妹很有... 你看看妹妹 好可爱 小花女 我们拍那些照片 哇 开心到妈妈不得了 我看见个女儿 就是我最满足的了 你看看你的BB相 两岁的妹妹 这张照片是妈妈最喜欢的 因为妹妹这样爱妈妈 但妈妈很开心 嗯 这个是... 其实妹妹大了之后呢 读幼稚园呢 都很乖 有一段时间爹地离开了我们 那我们... 我和希莺 妹妹啊 去了 屯门码头那里 那我们去... 在屯门码头那里 妹妹就读K2 在奥斯坦幼稚园那里 那妹妹呢 都... 很美女的 在那里面参加 牛津英斯 幼稚园的校席浪竹比赛呢 K2就是你就得到第一名了 嗯 当时校长说 哇 第一名啊 哇 是啊 为什么 她这么聰明 妈妈问校长 那妹妹就答 K2SALOTA 经常练习 真的呀 妹妹经常练习 因为里面其实有很多 外国的小朋友 他们讲英文都很聰明 但是因为比赛时间长 有些小朋友 可能要睡了觉 有些没有记性 有些到时在现场哭 有些累得都不记得了台词了 但妹妹全部都做得到 才拿到这个奖案 那妹妹 讀书 那些成绩表呀 妈妈一直都保存着的 小时候呢 K2SALOTA 都很喜欢画画送给妈妈的 那呢 你看妹妹 就书了这些成绩表 妈妈都保存到现在的 十几年后 妈妈每次看回 我都会觉得很欣慰的 我女儿很小的时候 就会透过自己的努力去 去 去练习自己 去练习自己 去写一个好孩子 好学生 妈妈一路都保存着 妹妹又剩 妈妈能够保存的资料 就一路保存着 你看你整天都画画送给妈妈的 你很喜欢妈妈的 一有空呢 就去画图画 做卡片 做卡片给妈妈 好小一点 好小一点 画好东西 有时候已经画给妈妈的 这个就是妹妹 坐船 在很漂亮的天空下面 出海 妈妈全部都保存着 如果有一天你回到妈妈这儿 你看这本 这里妹妹做圣诞 做爱心卡给妈妈 这儿写Love Bonnie 这里我们两母女 住在一家屋里 有很漂亮的阳光 这是妹妹做的Love卡 给妈妈 这是妹妹做的书 给妈妈的送给 有Funny Book 是妹妹亲手做的 你看 妹妹和狗狗去游泳 我们的房子 你看小时候 是你自己想的 很有创意 有长颈鹿 你就做个Funny Book 告诉妈妈 你生活很开心 怎么送给妈妈 妈妈一路都保留 你看看这张 这张就是三个 嬉嬉妹妹 和妈妈的 我们一起是很开心的 我们一起是很开心的 还有你参赛的歌 这里整本宝 这里又有妹妹信 给妈妈的信封 全部都在 希望妈妈身体能够康复呢 能够亲手给到你 但是有妈妈身体能够康复呢 不久于人世呢 妈妈都希望 可以在遥远的地方祝福你 和轻轻 妈妈从来都不会离开你们 我一路都会 我一路都会 将我的日光和爱 在遥远的地方 送给你们 只要你望上去天空那里 你望的月亮 你就会见到妈妈的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小时候 妈妈抱着你 我在你睡觉的时候 妈妈其实每晚都唱歌 给你听的 那其实那首歌就叫做 《月亮代表我的心》 那其实那首歌就叫做 《月亮代表我的心》 每晚的妈妈就哀你睡觉 嗯 你一觉就睡到天亮的了 所以妈妈很多谢 很多谢有你这个这么乖 这么可爱的女儿 也都很多谢你和轻轻这么相亲相爱 我希望你们生活得幸幸福福 学会自己爱自己 自己照顾自己 如果有你的人生有困难的时候 你在心里面和妈妈说 妈妈听到的 妈妈一定会在遥远的地方 祝福你们的 支持你们的 好了 现在妈妈 下头戏不是很顺 希望妈妈能够身体再好些 再录第二个片段给你们 最后一句 和你的女儿说 最后一句 说完她 或者是 和一个 到她成长的时候 你希望 你有些什么 和一个 你成长的女儿说 成长了的女儿 和她说 我觉得在 妈妈的 生命里面 其实很丰盛 但是在人生上 我觉得要不停地学习 而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 妈妈在一个检讨的时候 就是说 大家愿不愿意 为对方想多一步 愿不愿意为对方去成长 包容多一点 或者学习一些 比较有效良好的沟通 我觉得对生命上很重要 因为这些才是 学会沟通 包容 理解对方 感恩 这些是真是一个爱的行为 妈妈希望 累累心中是充满一个爱 对万事万物都有一个 感恩包容的心 这个你一生都会生活得很开心 遇到困难的时候 然后就和自己说 你心中充满爱 爱能够帮你过渡一切的困难 如果和人发生争执的时候 你就和自己说 你可以学习得更好的沟通方法 现在可能 关系不是那么好 但是 只是一个修正的机会 你去努力学习 一些更加良好的方法 修正了之后 你能够越谈相处得到 你就会感受到这个世界 其实是很多 很多很多 很美丽的天使 他们每天都和你身边 珍惜眼前人 珍惜每个当下 生活其实是 可以觉得很快乐 很踏实 每一样都要学习珍惜感恩 和心里面充满爱 这个是可以走入人生的坦途道 那我希望 这个是留下的外见证 也是和我分享的说话来的 好了 好了 拜拜 拜拜 拜拜